當中如果看什麼時候要到議員會進行政策辯論 我們都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條文時代力量非常堅持 你接下來你說要授權主管機關 在什麼時候去訂立什麼辦法 去推動 我們願意接受 但是我現在沒有辦法接受 你用技術性的理由告訴我說 這個條文以後再議 台立長不一定電子連署 立長是比較還好 這是那個門檻 那個門檻 門檻也有 就突然看不然就叫主席開個門檻 那個不再接觸電話 沒有啦 你會不會來嗎 沒有啦我老實講 就這個條文也不是今天才開始討論的 不要用這種技術性的事情在拖 我就說我已經同意說 你如果認為說相關的辦法 要授權主管機關要去訂實施 我都可以同意 但是你說連署的門檻 其實各個方面跟 在行使權力的方式上 你就講一個道理出來說 為什麼我們要停留在舊石器時代 那樣子的方式 我自己參與過 好幾次 不管是公民投票還是罷免 那些提議跟連署連署書的整理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我相信中選會的同仁大家都感同身受 我跟很多朋友一起搬那些書面到中選會去的時候 我就沒有辦法想像現在21世紀的台灣 我們是科技超級落後的國家 是不是 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沒有 我本來是要休息的 沒有 我本來是要休息的 黃國昌說要繼續審 之後就要繼續審 那咧 沒有啦沒有啦 你中台會來 待會會來嘛 沒有啦 我跟主席報告一下 我怕引起誤會 我完全沒有 不讓大家休息的意思 我本來是好意說 76條先過就可以趕快先休息 好 那個 我們下午還會繼續開會啦 我是建議下午你們要記得來啦 下午2點半好不好 因為這個還要再討論一些他執行的 這個我們是支持啦 但是 細節 怎麼樣做規範 我們下午再繼續討論 好不好 因為 超過我們休息後面要好多條 好不好 下午今天要開會 各位委員 下午幾點要開會 2點半 2點半 我怕你們待會兒的報告很沒用 2點半好不好 我們下午2點半繼續開會 好 好 好休息 ugal 1點半 4點半 2點半 2點半 5點半 半 1點半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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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